妈 跟你说多少遍了 孩子的衣服跟男人的分开洗 你怎么又一起洗了 楠楠 对不起 妈没有看清 下次 妈一定注意 我看你啊 就是故意的 对了 孩子的尿不是没有了 你去买一包 喂 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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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二媳妇 妈想跟你们说点事 什么事啊 妈 你说吧 我想了好久 还是想跟你们说出来 你爸 他一个人在家 身体也不好 一个人种了八母地 我想回去帮帮他 那你回去了 我们俩怎么办啊 就是啊 妈 你们俩自己想办法吧 儿子 我来你们家有四年多了吧 我刚到你们家的时候 你们对我确实也挺好的 可是没过多久 你们就处处给我气瘦 到处给我甩脸子 我做什么事情 都是轻手轻脚的 小心翼翼 娜娜 我也不知道 我哪里做错了 让你对我这么大的一个敌意 我可是你的婆婆呀 就算是一个外人 你也不能对她这样忽来呵去的吧 妈 你也别往心里去 这男的她呀 就是心知口快 她呀 也没什么坏心思 你呀 可千万别生气啊 一家人 你们把我这个老太婆当成了一家人吗 我恐怕连个保姆都不如吧 保姆还有工资 可是我 每个月还要跟你爸要钱 来贴补你们的家用 保姆有病的时候还能请个假 可是我 我不行 娜娜 你还记得上个月的那一天吗 妈头疼得厉害 想去医院看看 你怎么说的 你说在家躺躺不就好了吗 我在家躺了整整一天 你们下班回来 看我没有做饭 又是摔盆子 又是摔碗 你那个眼神 恨不得把妈给吃了 还说我在装病 我在装懒 我都这个年纪的人了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气呀 妈 我那天是心情不好 就多说了两句 你怎么还叫她劲了呢 妈不是叫劲 妈是心寒啊 我每天给你们洗衣服 做饭 做家务 打扫卫生 一个在房间里 就连吃饭都要叫你们好几遍 吃完饭 你们把碗往那一推 不是闲淡了 就是闲闲了 你们的嘴怎么就那么刁啊 我和你爸结婚三十年了 你爸和你奶奶都没有嫌弃过我 自古以来 我知道婆媳关系难相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难呀 你们呀 我处处对你们忍让 可是你们却不知道好歹 用各种语气 跟我说话 我来说话 他们也好 我做得不成价 为什么 我们不需要 我会想到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上 那时候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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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妹 你怎么来了 是啊 闺女 你怎么来了 妈 这么多年 你在大哥大嫂家受了这么多委屈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如果今天不是我亲耳听到 我还真不知道 他们原来是这样对你的 大哥大嫂 你们这么多年 就是这么对待咱妈的吗 她给你们洗衣做饭带孩子 你们没有一点感谢 却还处处埋怨 有你们这么做晚辈的吗 你们这样对咱妈 妈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女儿啊 你别说了 这个家 我一刻我也待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打算回老家 跟你爸我俩 种种地 养点鸡 养点鸭 我俩也花不了多少钱 妈 您不用和我爸回老家 以后我把我爸接上来 你们两个人就住在我家 我给你们养老 至于我大哥和我大嫂 我看你也指望不上他们 大哥大嫂 既然你们不知道怎么孝顺咱妈 不懂得好好珍惜 那你们两个以后就好自为之吧 咱妈我要带走 妈跟我回家 以后我给你们养老